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寨汉子手中的执刀像江南脆嫩的莲藕一般被那几刀光斩成了两半 这名汉子的身体被那几狂暴至极的一刀生生从中劈开 变成了两片恐怖的血肉鲜血泵射中内脏流了一地 那两只已经分离的手还握着刀柄与刀尖 无力而凄惨的防御者 刀士未止 已于敬业之中杀到了江南居的楼前 那位脚尖刚刚落在地面上的夏七飞的身体 刀器就像是一道直线一般 欲人批人 欲地斩地 吃拉拉破开街面上的青石 露出里面新鲜的石材 空地下 江南居楼前 乱石飞剑 挥团剑起 只听着夏七飞爆喝一声 双掌齐风 与那一记一往无前的刀士对着 刀光忽略 挥着一下 夏七飞的鼻孔里被震出两抹鲜血 双掌颤抖着防在身前 满脸惊恐地看着对面街上那个戴立帽之人 这一记狂刀隔着一条长街斩了过来 途中破开一个人的身体 还让他受了内伤 这是何等样恐怖的境界 只怕已经是九品高手 江南哪里还有这样陌生的绝顶高手呢 一刀狂暴无礼而斩 划破夜空 此时烧迹 众人才瞧清楚了那名戴着立帽的人 立帽之人身材高大 浑身透着一股力紧之意 他手中拿着一柄长刀 刃口血量 刀柄极长 竟是一向指在戏台上或者是战场上才能看见的长刀 这把刀足有八尺长 也不知道对方先前是怎么收在身后的 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夏七飞拼命挡住这一刀以后才眨了眨眼 一眨眼 便发现事情有些可怕 因为戴立帽之人 身边的那两个已经消失无踪 不知道去了哪里 对方既然是来杀自己的 那两个人肯定不会不出手 其实就在戴立帽之人拔出身后长刀 隔着一条大街霸勇无比砍江过来之时 他身边的两位高手已经飘然而起 避开了街中间江南水寨的一众汉子 身姿像飞燕一般 划出两道极优美的弧形 像两个黑暗的箭头一般刺向了夏七飞所在之处 以长刀为雷开山 引以双眼齐飞之势和煞 如果不出意外 金黄未定的夏七飞在先前那一刻就应该已经死了 而他之所以没死 是因为当夏七飞勉强挡住那一刀时 长街之上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江南水寨的汉子们往夏七飞身前挡去的时候 这群汉子里面有四个人很诡异地往两边一立 然后当那两名如燕子一般急速掠过的高手 想自两旁闪过时 这四人手掌一翻 取出长山之下的铁签横着刺了过去 很干净 很简单利落的一次 却恰好落在了那两名高手的胸腹夏阴处 由不得对方不避不回 这四个人自然就是范贤今夜匆忙派过来的六处刺客 六处刺客的水准或许不如今夜前来杀人的三大高手 但是他们对于时局的判断 对于对方杀人可能选择的路线 却有一种天生的敏锐程度 所以他们挡住了对方意图合击杀之的两只燕子 就在一瞬间内 无数声轻微的脆响就在江南区之前的大街上响了起来 密密麻麻 似乎永远没有中断的那一刻 就像是这春河景明的苏州城里 忽然下起了一场碎碎的包子 那两只像燕子一样的高手 手里拿的是两把短剑 上面围着毒 在夜色中泛着幽光 四名六处的刺客剑手手里拿的是铁签 上面也围着毒 与夜色融为一体 刹那之后 树声闷哼似乎同时响起 两名前来杀下起飞的包手 随然掠回街对面 身上衣衫被铁签划出了十几道口子 有几道深的地方似乎已经划破了皮肤 而六处这边也为此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 一个人的左手已经被齐齐消去 露出了里面的骨汁 而又有一人肩上被刺了一刀 鲜血之中开始泛出怪异的颜色 而有一人已经倒在了血泊之中 双方虎一照面 彼此便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那些叮叮细细的声音中 不知道曾经有过怎样的凶险 可就是受了如此重的伤 六处刺客们顶多只是发出了两声闷哼 心智坚毅 果非一般江湖人士所能比拟 还能行动的三人 一边吃着三处配置的解毒丸子 一面意图退回去 缩小防守圈子 务必保住夏七菲的幸运 退回接对面的那两只燕子 似乎也没有想到夏七菲的身边 竟然会有这样一群专业刺客的存在 竟然让自己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二人对望一眼 知道对方肯定是监察院的人 对于监察院的毒药 无论是哪方势力的人 都知道那种恐怖程度 有费借老先生一手打理的毒药 不是谁都能挡得住的 所以这二人干净利落的转身而起 脚尖在墙上一点 掠入夜空之中 马上消失不见 他们都是江南武林真正的高手 杀手 今日受托前来杀夏七菲 但是却根本不舍得将自己宝贵的性命 填在这里 远处夜色小巷里 传来一声清响 三位对接高手走了两人 但夏七菲却觉得自己的情况 没有丝毫的好转 自己所受的压力甚至更大了一些 因为那把刀 那把戏台上才能看到的长刀 在两侧那密密丁丁的战斗发生时 又已经杀了过来 刀前无一盒之敌 刀下无全尸之鬼 波雪式的刀光 将那些汗勇可敬的水战汉子们 击解和分离 斩死 破除一条血路 在满天残枝乱飞之中 离夏七菲越来越近了 看着自己的兄弟们惨死在长街之上 听着那生生惊心动魄的刀声与惨叫声 嗅着浓烈的血腥味道 看着一路踏写而来的戴力帽之人 那人走得如此的坚定与执着 就像是一个魔鬼一般 夏七菲的心凉了 血却热了 双眼欲裂 满心想冲上前去 挡在兄弟们的身前 与那个戴力帽的高手轰轰烈烈的战上一场 哪怕死在刀下又如何呢 可是他不能动 他反退 很悲哀但很坚决的往江南居里逃了过去 因为他知道 对方的目的就是要杀死自己 而自己这个名字 这个人是很有用的 如果要报仇 要让敌人寝食难安 自己就必须活下去 哪怕是这么屈辱的活下去 戴力帽之人 离夏七菲只有五步远 六处伤后的三名剑手终于回救到位 但伤于之身 却敌不住那名戴力帽高手 惊天的刀士 铁签断成竖节 三人都被震飞了出去 江南居 近在眼前 夏七菲逃上了台阶 楼门口的小二时刻们惊慌尖叫 却像是中了魔一般 被这血腥恐怖的一幕震害住了心神 双腿发软 似乎是走不动了 戴力帽的高手 脚尖上离石阶五步之远 已是一刀斩下 刀士所向正是狼狈至极的夏七菲的后背 一名似乎被吓呆了的时刻 此时正扶着江南居美丽的狼柱发抖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 他抖上一把铁签 狠力无比的 向着戴力帽的高手的大腿根扎了过去 戴力帽的高手身材高大 威势十足 这名隐藏着的六处刺客 没有信心公敌之必救 抢在一刀劈破夏七菲身体前 刺中此人的要害 所以选择了大腿根 谁也没有料到 戴力帽的高手 竟像是没有看到这一次一般 仍然刀势不止 往下斩去 铁签刺中了此人的大腿根 却像是刺中了铁板一般 六处刺客心头一寒 知道这是江湖上已经没有人再练的傻笨工 铁布山 可是对方既然练了 而且根本不必 这就说明对方很愚蠢的花了数十年的苦修 摒弃了所有男女欢愉 将这门功夫练到了极致 这名六处刺客 知道自己挡不住这一刀了 但是提斯大人严令在前 一定要保住夏七菲的性命 所以他横身飞去 汗不畏死地朝着力帽高手的上空跳了过去 人在半空之中 已自削中抽出了小匕首 狠狠地扎向一直被力帽所遮住的那双眼睛 此时戴力帽高手的刀 离夏七菲的后背已经不足一尺 两把铁签不厌其烦地再次出现 范贤派来保护夏七菲的 一共有七名六处箭手 先前已经出现了五位 安静到最后的这两人 本来也是准备如先前的头目一般 攻敌之必救来救夏七菲的性命 但是当发现对方一身极其变态的横练功夫之后 他们知道那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而且那把刀已经到 所以他们只好无奈地与对方硬听了这一句 咔叉两声极难听的响声起 两把铁签没有断 却被震得脱了手 夏七菲趁着这一挡 像只可怜的小狗一样往前一扑 十分危险地躲过了这一挡 高光落地 竟是直接将江南居的石阶 展开了一道大口子 夏七菲哇呗一声 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始终被这名高手的契机锁定 刀势袭身 受的内伤却是最重的一人 一口鲜血喷出 浮在地上的他面容却依然阴狠着 右手奇快无比地从左叶下穿了出去 扣动了袖中藏着的弩箭 这是钦差大人赠送给他防身的东西 弩箭去时 那名六处箭手也已经扑到了力帽高手的身前 力帽高手长刀不及收回 左手握拳横击 咔了一声将那名箭手打得横飞出去 而如此一来 他的面门之前也就露出了一个空门 细细的弩箭射到了力帽之前 这个人终于有了一丝正常的反应 微微向后仰头 看来一身霸道功夫 面门上依然是脆弱的地方 箭矢破空而去 嗖的一声 深深地扎进了力帽的上缘 力帽下面系着袋子 所以并没有被这一只弩箭带走 所以这位神秘九品高手的真实容颜 依然没有展露在众人的面前 一声轻响 但并不清脆 微轰一声 就像是顽童们在玩爆竹 又像是烧尸柴时所发出的劈劈啪啪 扎在力帽上缘的弩箭 爆了 一道火光闪过 力帽高手的头颅顿时升起了一阵烟尘 看上去诡异无比 三处的改造 虽然依然没有办法发挥火药的真正威力 燃烧之势也不够猛烈 但是依然在一瞬之间 将那顶力帽烧得干干净净 那名力帽高手手握长刀 双脚不钉不拔 沉默地站在江南区酒楼之前 脸上一片漆黑 中间夹着恐怖的水炮 双眼紧紧闭着 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陡然间 他睁开了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暴怒 这位神秘的高手依然没有死 但让所有人惊骇莫名的 不是此人在这样的杀伤之下 依然保住了性命 因为以对方的实力 本来就不是那么好杀死的 最让夏其妃与监察院众人惊骇的是 这位一直带着力帽的高手 原来是个光头 如今的天下讲究孝道 所谓身体发夫兽之父母 没有人会胡乱剪头发的 更不用说剃个光头了 这个世界上唯一被允许 以光头的面目行走的那类人 就是苦修士 信奉神庙的苦修士 而世人皆知 苦修士一向爱民牺牲 从来不与世俗之间的争斗发生关联 为什么今天 这名厉害到了极点的苦修士 会来杀夏其妃呢 来不及思考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了 因为这名苦修士再次请起了那把恐怖的藏刀 闷哼一声 双手执刀向着台阶上的夏其妃砍去 视若风虎千军难打 千军难打 一花可打 石阶上绝望的众人 只感觉面前一阵清风掠过 一片花一般的海洋 盛放在自己的眼前 片刻间驱除掉了酒楼前长街上的血腥气味 清香夺夺 沁人心脾 一双稳定而温柔的手 提着一篮从吴州买来的廉价涓花 迎在了那柄一往无前的长刀锋锐处 刀来得极快 那双手动得更快 不知为何 下一刻 那个花篮就已经挂在了那把长刀之上 刀势极猛 那个花篮极轻 但是当花篮轻轻挂在刀尖上的时候 那柄一直稳定的令人生巨的长刀 不由自主的颤抖着往下一锤 似乎那个花篮重得无以复加 刀势一顿 持刀的苦修士抱贺一声 双臂真气狂出 如挑大东山一般汉勇破天挑起 哗啦啦一声 花篮终于是扛不住对方这等惊人真气的抵抗 被刀尖一挑 整个就散了架 葛藤编城的花篮 在那一个仿佛停顿下来的时光中 被丝丝抽离 根根碎裂 化作无数碎片迸射而出 击打在地面上啪啪作响 而栏中的绢花却被静风一击飘飘扬扬地飞了起来 打扮着已经有如修罗沙场的长鸡 花瓣雨之中 那位穿着花布棉袄的姑娘夹 就像是一阵风一般 沿着那柄颤抖的长刀 轻轻柔柔地攻向那名苦修士 苦修士出掌 掌风如刀 却阻不住对方那飘摇的身影 片刻之后 那双温柔的手掌轻轻一拍刀柄 在弹指而出 直刺苦修士巨掌边缘 苦修士怪叫一声 被烧伤后的脸颊露出一丝 真气激荡而形成的怪异红色 整个人像是一头大鸟一般往后退去 一个照面 这位杀神般的苦修士就被击退了 此时漫天花雨还在下着 与苏州城上方青夜明月一阵 显得格外的清美 花瓣纷纷落下 海棠姑娘满脸平静的在花瓣雨中 并没有追击 只是略带着一丝忧愁的 看着对面那位苦修士 村姑偶尔也有最美丽的一瞬间 清妙二纪寺 为何你在这里 那名苦修士望着他 认出了他的身份 力声奸鹤道 海棠妥妥 你为什么在这里 海棠微微低头 轻声说道 我和范贤在一起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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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本集庆余年